爱的能量在尼泊尔发挥 今天志工早会证言上人表示 从尼泊尔的正在医疗团 到台湾慈激志工 安忍不动 把握人生的典范 对的是做就对了 分秒不空过 爱心不间断 慈激正在医疗团持续关怀尼泊尔 一位老喇妈步行下山寻找援助 身形憔悴在街头被志工发现 慈激人了解情形后 以尊重的心为老人家沐浴礼发 换上新的森衣诚恳付出 看到了当地的菩萨 也发挥了很大的爱心 真的很令人感慨良多 所以他希望上山回庙里去 所以他慈激人还陪他一段路 就是这样的帮助了他 这都是爱的能量 发挥大爱的生命感动人心 志工张丁日加入慈激十多年 每一天把握时间做环保 也收工得款 八十岁受证的张阿嬷 于九十二岁往生 他更捐出大体奉献医学教育 能这样付出实在是 真不简单 人生我们对的事情做就对 要分描不空构 绝对不要有做错 对的事做就对 舍身菩萨的故事 足为人生典范 慈激大学模拟医学课程 因为有无欲良师的爱 能成就更多一病一新的大一王 大爱新闻赵又莹 邓明怡花莲报导